爱家 全球1911 一键报警 智能安防 限时特价 3.99每月 赠送价值179美金 高清无线摄像头 室内外双用 小巧身形 强大性能 智慧看家 近期 市场研究公司J.D.POWER 周三公布了美美最佳和最差的机场排名 与此同时 行李机航公司BONS 近日针对美国的航空公司也进行了评比 为消费者挑战出美国最好的本土航空公司 今天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看看以后坐飞机选哪个机场起飞与降落 选哪家航司来为你保驾护航 我们先来看J.D.POWER的排名 在巨型机场类别 底特律大都会伟恩郡机场 摘得最佳机场会贯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 和拉斯维加斯的哈里里德国际机场 分列二三位 这一排名将机场规模纳入考量 在大型机场中 坦帕国际机场排名第一 而印第安纳波利斯国际机场 则是最佳中型机场 当然 有正数第一就有倒数第一 在巨型机场中 尤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则被评为该类别最差机场 排名第20位 距离不远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则排名11 属于中等水平 去年 同代纽约地区的拉瓜迪亚机场 在巨型机场中排名倒数第一 但由于航站楼设施改善 JD Power在其最新排名中 将之列为第15位 费城国际机场和夏威夷 毛伊岛的卡胡卢伊机场 分别被评为美国最差大型机场 和最差中型机场 据悉 JD Powers2023北美机场满意度研究 将六个因素纳入考量 包括航站楼设施 飞机起降 行李领取 安检 登机和行李托运 以及购物体验 该研究于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进行 近3万名乘客接受了调查 当时航空公司正努力应对飞行员短圈 大范围航班取消和延误种种挑战 今年7月 交通专家表示 由于持续的人员短圈问题 航班延误和取消状况 可能会持续10年之久 尽管如此 JD Powers表示 由于航站楼设施 餐饮 零售和行李领取服务改善 北美机场的总体客户满意度 实际上提高了3个百分点 JD Powers旅游酒店和零售部门 董事总经理泰勒在一份声明中说 对北美机场来说 今年并不容易 但过去几年 他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改善 并在食品 饮料和零售业务方面 进行了新的投资 使其恢复并办复合运行 这有助于应对乘客的涌入 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排名情况 先看 年课流量3300万人次以上的巨型机场 第一名 比特律大都会伟恩郡机场 第二名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 第三名 拉斯维加斯的哈里里根国际机场 第四名 达拉斯福斯沃斯国际机场 第五名 曼阿密国际机场 第六名 旧金山国际机场 第七名 丹佛国际机场 第八名 哈斯菲尔德 杰克逊 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第十名 休斯顿 乔治 布什州级机场 然后就是年客运量 1000万至3290万人次的大型机场 第一名 坦帕国际机场 第二名 菊骏 约翰文恩机场 第三名 盐湖城国际机场 第四名 达拉斯 爱田机场 第五名 罗利 达姆勒国际机场 第六名 萨克拉门托国际机场 第七名 威廉 佩斯特 第八名 新奥尔良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国际机场 第九名 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 第十名 卡尔加里 国际机场 聊完了机场 咱们来看看 航空公司该如何选择 根据准时到达 航班取消 飞机 餐点表现 机场娱乐 座位舒适度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免费随身行李限额 国内免费托运限额 国际免费托运限额 以及航空公司评分等因素 行李寄放公司Bounce 给大家了一份排名 获选美国最佳 本土航空公司的 为达美航空 根据Bounce的 2023年航空公司指数 达美航空的准点率最高 为81.82% 航班取消率最低 为1.96% 达美航空的机场体验 也获得了最高分 在机场娱乐 餐饮 座椅舒适度 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方面 都获得了超过6成的任何度 西南航空则在该榜单中排名第二 西南航空胜出的主要原因 归于在行李限额政策上的表现出色 西南航空允许乘客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每件不超过50磅 同时还可以携带一件随身行李 和一件私人物品 但必须放在头顶行李箱和座位下方 夏威夷航空名列第三 因为该航司的航班取消率是所有美国境内航空公司中最低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榜单 除了上述前三名外 第四名阿拉斯加航空 第五名联合航空 第六名美国航空 第七名捷兰航空 第八名精神航空 第九名边疆航空 第十名中式航空 好了 美国最佳机场和最佳航空都为大家筛选出来了 大家得出一份适合自己方位的出行最佳方案了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